师父啊,我们与观世音菩萨的缘分和越深,是不是修行中得到的菩萨的加持越多,越容易修成呢? 是这样的,就是你的意思是什么?修行越多啊? 就是和观世音菩萨的缘分越深,是不是在修行中得到菩萨的加持越多,越容易修成? 那当然,那当然,肯定的,你们不要说观世音菩萨,你们跟师父的缘分深的人,那肯定师父加持也多啊,对不对? 是的,肯定的,我上次讲了一句话在我们徒弟课上讲的,我把这个讲给你们听听吧,就是说等到你们天天看观世音菩萨,菩萨也看你们的呀, 因为你们在磕头的时候,你们看着观世音菩萨,看得很熟,观世音菩萨老看见你在佛堂里磕头的,等到你有什么灾有什么呢,你一叫菩萨一看就是你,他就会来下来马上帮你呀 举个简单的例子,很多人给我看照片,我一看,这个人很熟的,一看我就帮他了 请台长看看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我一看,这个人我熟的,马上给他看了 那个观世音菩萨也是这样的,你们跪着那么多,你天天给观世音菩萨看,菩萨把你们脸都记得住的 等到你们以后上去,菩萨说,你说观世音菩萨你来救我,那你至少知道,让菩萨知道你是谁呀 对不对啊 对对对,那人间就是说这个情意越删,越得到菩萨的加持越多 对啊,不要讲其他了,就是我们佛陀,当年五百个弟子,对不对啊 跟着佛陀,你看像佛陀最后把五百个弟子全部弄到天上,对对对 全部都成为,对不对啊,阿难啊什么,全部变这个大菩萨的,对不对啊 对对对对 家业啊,对不对啊,所以有些时候,有些时候大家懂了就好了 因为菩萨怎么不讲感情啊,不讲感情怎么有求必应啊 因为从,但是只不过不是人间的那种很烂的感情,而是讲的是佛情 它是一种大的,大爱无疆啊,是这种概念 大爱无疆 但是呢,你要是天天磕头,菩萨认识你了 所以我叫你们抬头看菩萨的时候,要看着观世音菩萨脸 头低下来磕的时候呢,眼睛要闭起来 抬起来的时候呢,要看着观世音菩萨脸 你要让菩萨认识你,就是你以后到了天上,观世音菩萨一眼就认出你了 你是什么什么国家的,什么地方的 你是学心灵法门的,观世音菩萨以后都认识你啊 你想想看,你想想看台长在几万人的欢迎队伍当中 我都能认出很多我熟悉的脸的,对不对啊 是的,对对对,我记得你有一个弟子,很得意的弟子 就是师父走到他面前的时候,和别人是握手啊 比他就是观世音菩萨,摸头,对啊,真的是这样 是啊,因为真的你们跟观世音菩萨熟了 你一叫观世音菩萨就来了 就是我现在就是这样,我一请观世音菩萨他就到呀 那为什么有些人求了半天他不来呢,就这个道理 所以我叫你们呢,天天到观世音菩萨课头的时候 你们要让观世音菩萨认识你们的呀 不但你们认识观世音菩萨,所以很多人说 我认识卢台长,但是我不认识他呀 道理一样的呀 卢台长不认识你啊 所以很多人跑过来非常想认识他 那认识台长怎么会认识呢 你经常来,经常在师父身边 对不对啊 那么你经常到观世音菩萨去,经常磕头跟观世音菩萨求 那菩萨怎么会不认识你啊 观世音菩萨看你每天来 菩萨一看到你脸就熟了 那你到时候只要一叫观世音菩萨 你来救我某某某啊 菩萨听到我们就来了 是的,是的,是的 师父啊,你原来开始过怎样增加于师父的缘分 这次就是说是怎样增加于观世音菩萨的缘分 你讲了要磕头,再一个还有什么呢 请师父开始一下 一个磕头,还有一个念观世音菩萨的心经呀 因为你一念观世音菩萨的心经 观世音菩萨就知道呀 是这样的呀 就是实际上心经用现在话讲 就是相当于一个心中的密码呀 就是你的电话号码 你一打电话号码 菩萨就跟你接电话了呀 所以,所以磕头的话 求事情的话 聪明的人们先念经再求事情呀 所以傻傻的人过去跑到庙里 什么都不懂的 跪下来说 菩萨啊,保佑保佑我啊 让我身体好啊,怎么说 没用的 你是谁,连大号都不叫 你自己名字要叫的 另外呢 你跑过去先要念大悲咒一遍 念心经一遍 然后再求 那就灵了 对不对呀 如果你经常去拜佛的话 菩萨一看见你就知道了 所以你一念一道菩萨就帮你了 那师父是不是一念心经观世音菩萨就知道你了 就再求他了 对呀 对呀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很多人会讲 菩萨有分别心吗 不是分别心啊 菩萨看不到你的能量啊 所以他见不到你啊 他看到你 主要菩萨看得到你 你看不见他呀 怎么办呢 怎么接气场了 对不对呀 对对对 菩萨是平等的呀 就像一个班级里三十个同学 老师都是平等教你们小学生的 但是小学生自己呢 有的用功 有的不用功啊 嗯 这个这个 不用功的老师就无奈了 帮不了了 对对对 啊 是的 ullah 夫妻 administration 表情 身头 搭乱 无论 在永久